这里有两个品种的薄荷叶 这一个是日本薄荷叶 这是日本的野薄荷 这个日本的野薄荷只要摘一下 洗洗就能够吃了 这样就可以吃了 它就是有很香的薄荷味 就好像我们有那个 马来西亚的塑胶糖的那个薄荷味 然后这个是本地薄荷叶 就比较常见 本地薄荷叶 那么是要怎么样种植呢 其实这个薄荷叶是要靠水的 只要有水分就能够长得非常的美 那么这种盆是下面有水的 就是这边有一个格子 这边有一个格子下面有水的 然后再放泥 因为种在天台 还怕这个泥土会流到 会落脏在这个天台的地上 所以就放了这个石头下 以天那个水就不会一直的喷 那么薄荷叶呢 其实是非常容易种的一种植物 它可以是用钓的盆 或者是种在这个普通盆 最主要呢 它就是要水 这个薄荷叶最主要就是要水分 如果是种在非常晒的地方呢 记得就必须要有这些盆是下面能够有水的的话 因为有水呢 如果怕生蚊虫的话 就可以放这个石头在上面 那么就不会生蚊虫了 薄荷是非常容易种的一种植物 可以种在这个吊盆式的盆 就是有这个下面有洞出水 但是如果没有时间 但真的没有时间浇水的话 最好是种在这个盆底没有洞 盆底没有洞的盆 那么就不需要在很短的时间一直浇水 它也能够吸收到充分的水量 薄荷也可以种在这个普通的花盆 但是就是要记得浇水 每天都要记得浇水 真的如果没有时间 每天记得浇水 所以最好还是种植在这个没有洞的花盆 那么那个水分能够留在这个花盆比较多一点 那么薄荷叶浇水的时间 也可以拉长这个浇水的时间 那么如何防止这个薄荷叶呢 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这个薄荷叶是叉枝的植物 所以只需要这样摘下 然后这样插入泥土里 记得每天浇水 记得每天浇水 这个泥土要保持有水分 这个薄荷叶就会很快的生长 那么这个日本薄荷叶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样 这个防止日本薄荷叶也是一样 摘下这个汁 然后这样插入盆里 最重要就是这个泥土要保持水分 要保持水分 那么它很快就会生根 然后长得美美的 最重要就是水分 这个是没有冻的 没有冻的花盆 这样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二盒叶就会长得更加的漂亮 二盒叶就会长得更加的漂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